今天我们在课上讲到了帝国 有很多同学提到历史上知你的帝国 有同学提到了大日本帝国 提的时候还在嘻嘻哈哈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 我是公子沈 最近观众朋友们好像喜欢上我做节目 讲一些影片 视频 给大家放映 然后做一些回应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一玩这个游戏 我在网上看到了在中国的微博上面 流传甚广的一个影片 是中国深圳市的一个小学老师 在训斥自己的学生 然后看了之后呢 我特别为现场的小学生觉得很难过 也挺可怜的 那么他们是一种弱势群体 对于老师来讲又是小学生 那个心灵还没有很健全 所以说当老师在训斥他们的时候 因为又有这种权威性 又有这种知识上的差距 所以导致了他们被动接受 完全被填鸭式教育 而且对他们右向的心灵 是一个巨大的创伤 所以没有人可以替他们说话 在网上还有很多人支持这个老师 觉得老师讲的特别好 所以我看了之后有点愤怒 我的愤怒 我其实遇到这种粉红 粉红老师其实并不会感到很奇怪 他们讲的话也都是很低级的 但是因为这些小学生被动接受 所以我看了之后 我就真的想为这些学生说几句 如果有小学生的家长看到之后 你可以把他的影片放出来 然后再把我的分析的影片放出来 让学生 让你的孩子学会批判性思维 让他们了解如何的辩证 看问题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并且同时间解读这段影片 这个老师所表达的内容 今天我们在课上讲到了帝国 有很多同学提到历史上知名的帝国 有同学提到了大日本帝国 提的时候还在嘻嘻哈哈 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你们知不知道你口里面说的大日本帝国 是建立在摧残侵略 屠杀了三千五百万中国同胞的基础上 三千五百万人什么概念 相当于一个中西国家举国灭 三千五百万什么概念 相当于毛泽东一句话所杀的人 共产党的大跃进 最低的限度是三千万 网上有人说六千万 饿死这么多人 日本废了八千金 打了十几年的战争 毛泽东一句话就可以搞定 那你应该反思的是什么 你要反思的是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么多无辜拼命的伤亡 那第一 你可以反思战争 第二 你可以反思领导人的一句话 怎么就造成几千万人饿死 那说明这个领导人的权力是不是过大了 对吧 你要反思专制 反思独裁 所以你可以反思战争 反思专制 反思独裁 反思东西太多了 到他这 就是你要记住仇恨 这是真正的认识历史吗 而且最好笑的是 他的仇恨的对象 还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 或者一个团体 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团伙 这些按照当时的说法 叫日本军阀 如果我们看民国时期的历史的那些书籍 包括共产党的那些文献 都管日本的军队叫军阀 包括后来毛泽东的说法 都说日本军阀怎么样 日本军阀怎么样 他就还是分析很清楚的 不是日本人 不是日本国家 不是日本政府 是日本军阀 当然后来就不再提日本军阀的事了 就是说这就是日本干的 所有日本人都坏的 就变成这样了 这就是用煽动仇恨的做法 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当然了 大日本帝国 它是一个历史名词而已 就跟大清帝国一样 那你听到大清帝国 为什么不充满仇恨呢 当年大清帝国屠杀了多少汉人 最有名的就是扬州十日和家定三徒 家定的三次大屠杀 以及扬州十日 就是清军攻破扬州之后 对整个扬州城展开的十天大屠杀 这个当时历史记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干脑徒弟可不是我们平时说的 干脑徒弟这个成语 OK 这是真的干脑徒弟 当时屠杀到底具体的数字 也不可考了 唯一的说法是死了八十万人 但是这个数字被很多的历史学家质疑 可能没有这么多 但是没有八十万 有八万也不少了 已经赶上南京大屠杀了 对吧 南京大屠杀说是三十万 但是应该也就不到十万左右 可是像扬州市这种屠杀有多少次 而且不光是清军屠杀汉人 明军也在屠杀老百姓 包括他们在跟李自成 跟张献忠作战的时候 屠杀老百姓以外 甚至当时的大明将领张英昌 在陕西的时候 因为他不敢跟陕西的农民起义军去作战 但是他要证明自己向上边交差 然后他怎么做了呢 屠杀老百姓 把这些老百姓头砍下来 告诉上边说 我杀了这么多农民起义军 史书上记载他杀良民暴公 生灵日涂炭 当然这些农民起义军也没有好到哪去 像李自成他怎么样 经常是破城之后屠城 比如说他破甘州 屠杀军民四万七千余人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人说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所以对于历史来讲 我们应该是抱有一种最基本的 平常心来看待 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吸取一些教训 但同时我们把历史就归在历史上 不要充满了仇恨 不要把历史当中的这些人物和仇恨 带到今天的世界 他经常讲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这些屠城的事件 中国不断的几千年来循环往复 不断出现大饥荒 大屠杀 对吧 那请问这算不算国耻 不是说你被屠杀才是国耻 你屠杀别人也算国耻 好不好 还有就是你自相残杀 互相残杀也算是国耻 更是国耻了 那你被入侵 被日本入侵 我之前讲过 这最多算是国难 这是我们国家遇到了灾难 国难 他不耻辱 我被侵入 我弱小 你强大 这不算是耻辱 但是自己弱小的同时 你还自己杀自己人 还不自强自立 也没有自尊 这才算是真正的耻辱 所以这老师不管从事实 还是从意识形态 都有很大的问题 他讲的这些根本站不住脚 别人听到大日本帝国 态度不够严肃 心中不够充满仇恨 他就怒了 这叫什么老师 你到底懂不懂历史 到底有没有作为一个老师 最基本的素质 更不要说 三千五百万人都日本杀的 这更是胡说八道了 而且说实话 日本没有被你们侵略过吗 朝鲜没有被你们侵略过吗 历史上所谓的汉唐盛世 不是到处欺负人吗 元朝的时候还打到日本 侵略别人 屠杀别人 你忘了 你就不讲污望历史了 然后人家欺负你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污望历史抬出来了 没笔血债 我的记者清清楚楚 这是不是双标 所以说这里边有太多的疑问 完全是针对日本去的 还是你真的污望历史 如果你真的污望历史 那你应该把历史讲清楚 不要藏着掖着 共产党今天一直在藏着掖着 这个老师也不敢讲六四 更不敢讲文革 他肯定拿出压队的理由 我们现在是中华民族 一个民族 所以说忘记历史 忘记仇恨 大跃进死的人 不比三千五百人还多 不好意思 他如果仇恨的话 他的工作就没了 你这不是看人下菜笛吗 所以我听到什么 勿忘历史 勿忘国耻的 我就觉得特别可笑 真正的历史 他都忘光了 国耻他也不敢提 他唯一敢的就是 骂日本骂美国 曾经对中国改革 功劳最大的这些国家 他揪着不放 你说这事是不是白眼了 可能这段我讲有点多了 接着再看 对我个人来讲 没有这样的前辈和先辈 我的前辈跟先辈 被共产党杀了 被国民党杀了 我找谁算账去呢 为什么被你们杀了就行 然后被别人杀了就不行 问题是都是杀了 我不得报仇 你既然说了 前辈被杀了 你就应该充满仇恨 那现在确实我充满仇恨 只不过仇恨的对象 不是日本 是共产党 我们再看 想一想 如果你们的家人 你们的父母被人屠杀 被人欺辱 被人虐待 这是什么 这是杀父仇人 血海深仇 对于这样的仇恨 我们怎么能忘 怎么敢忘 对确实不能忘 所以对共产党的仇恨 我们绝对不会忘 我们班叫什么名字 大神说 国动班 国动班 我希望你们成为国家动粮 成动粮之才 当国之助人 所以在我这个班上 你们可以成绩不好 甚至可以调皮 捣蛋 但我绝不允许我们班 出现从洋内外的人 如果我发现在我班上 有这样的人存在 我立马给校长打报告 OK 他就讲到了 不许有重洋内外的人 我不知道他这重洋内外 如何定义 他自己算不算重洋内外 穿着一个 六千多人民币的 法国奢侈品皮带 他算不算重洋内外 对吧 小孩呢 小孩懂什么 他最多就是喜欢看日本漫画 你算不算重洋内外呢 所以说这个老师讲了 其实刚才发了那大段火 就是因为有人提到了大日本帝国 有些人嬉皮笑脸的 可能没在乎 没有在意这个词 你没有在意这个词 或者听到这个词 你就笑了 就属于重洋内外 那重洋内外的定义太宽泛了 对吧 那我说一个词 你不许笑 我一笑 就立刻是重洋内外的 那就剥夺你的上学的机会 是这意思吗 大家看后面 他怎么威胁这些学生的 这个学生我教不了 我也不愿意教 我让他爱去哪去哪 作为一个中国人 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 就不配当中国人 就应该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希望大家记住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就必须要团结一致 让那些从洋内外 卖国求人的人 不促遁形 毫无深入 无地自容 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这个民族才能被人尊重 毫无深入 说的好狠 等于是要把这些人赶尽杀绝 就是他认为 他心里认为 不爱国的人都要赶尽杀绝 幸亏他现在没有当政 如果他拥有权力的话 那中国就是生灵涂炭了 因为他来决定 谁爱国 谁不爱国 这不是很可怕的吗 所以说 这个老师讲的话 肯定有个反噬效果 因为他自己 就可以被别人看作是不爱国 你穿一个法国试试品皮带 就可以把你定性为不爱国 OK 穿一个西服 对吧 他穿的是洋服 你也不爱国 然后据说 他还是个英语老师 奇不奇怪 他还是学英语出身的 那你更不爱国了 中文博大精深 还没学懂 那你就学英文去 你是不是不爱国 对不对 我有太多的理由 可以指责他不爱国 然后不爱国之后 结果怎么样 按他说的 要让他没有生路 等于把自己绕进去了 对吧 就这种人 他讲这种话 其实是害人害己 当你没有定书 当你没有定义 什么叫做从阳为外 什么叫做不爱国的时候 也没有写入法律条文 你去讲出来 然后给人贴标签 然后还要对对方进行惩罚 剥夺他的基本的人身自由跟权力 这是什么世界 这叫专制 独裁 纳粹 你看如果中国的这些小学老师 居然都是这样的水平的话 而且还不是那些三四线城市的 那些小地方的 还是中国广东深圳市的老师 他居然都是这样狭隘的思想 他教出来的学生能好得了 他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教育体系能有什么贡献 他只有破坏力量 他只会让所有人 他教出来的人 都是这样 跟他一样的狭隘 一样的浅薄 一样的无知 一样的凶残 所以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 做人的最基本道理 你作为中国人 你不爱国 那你不是人 那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吧 所以说他就说 你不是人的话 那我就可以当你畜生来处理了 当你把一个个人 甚至是一个团体 不再看作人的时候 那你下一步该怎么做 那你的做法一定是反人类的 那一定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因为你有大道理可以讲 因为他们不爱国 因为他重阳媚外 因为他不是人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手段 去对付他 那些最基本的公序良俗 道德 文明 法律 意识 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他站在了政治道德的最高点 他觉得他代表了真理 代表了正义 代表了良知 他觉得你们不爱国 那就没有良心 对吧 这就是很可怕的一种 狭隘民族主义的仇恨心理 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说看到这样的影片 你再想想 在中国这样老是有多少 在网上看看有多少人给这个影片点赞 评论 转发 你就知道了 这个国家太恐怖 中国这个社会正在走向何处 如果是一个正常社会 这种老师的视频发上来之后 我觉得学校就应该站出来了 社会也会大加鞭斥 对吧 这老师已经没有资格去做老师了 这种事情在加拿大 在美国 在任何自由民主国家 都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在中国 非常普遍 而且大家都还觉得 没有任何问题 很正常 而且还为这老师叫好 而且这里边 他严重的混淆了两个概念 就是所谓爱国和被人尊重 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说你只有爱国了 才能被别人尊重 这别人当然指的是外国人了 不会是自己的 他说你这国家是团结的 是爱国的 才能被别人尊重 这个说法逻辑在哪 我实际看不出来逻辑在哪 你被人尊重 跟你爱不爱自己的祖国 有什么关系 请问希特勒不爱自己祖国吗 这种说法毫无意义的 他会受人尊重吗 他不会 因为他的行为 是破坏国际秩序的 是违反国际法的 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 不管你有多爱国 因为你正是打着爱国的旗号 去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你不可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支持尊重 所以我看这老师讲的 这里边毫无逻辑可言 你再团结 你也是个黑社会团伙 你再爱国 你也是个专制政权 对不对 你爱的是这个国吗 说实话 你爱的是这个党国好不好 你的所有爱国 都是这个党教你怎么爱的 OK 那不是真正的爱国 真正爱国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党说什么是爱国 才什么是爱国 那不是真正爱国 那是爱这个独裁政权 OK 所以按照他的爱国的定义的话 那完了 那中国的所有知识分子都不爱国了 胡适批评中国 鲁信讽刺中国人 请问这些人是爱国吗 这不算爱国了吧 别说他们了 毛泽东爱不爱国 那你都可以说毛泽东不爱国 为什么 他居然在国庆的时候写文章说 不愿意过这个国庆 甚至还希望有省庆出现 这是之前我们提到过的 他在这个论国家统一的那文章里的写的 当时是中华民国的国庆 他说我很不高兴 然后他不仅在网上 不是网上 在报纸上 在书上 写攻击这个国家 他甚至还用实际行动 去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权 拿着苏联境外敌对势力给的钱 去推翻当时的中国政府 你说他是不是不爱国 不光是不爱国的问题了 对吧 他简直就是汉奸作国卖国贼了 甚至他后来成为了伟大领袖之后 他对日本人怎么说 感谢日本皇军 感谢你们入侵中国 这样的话 我们共产党才有喘息的机会 这不就是他自己的原话吗 大家都可以去查到 按照这个老师的话 日本屠杀了这么多中国人 你居然感谢日本皇军 那你还是人吗 说话的人是毛主席 那算了 我们就不骂了 他说的都是真理 都是对的 虚伪不虚伪 所以我看到这个影片之后 我真的是忍不住 要讲出我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这些学生 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特别是小孩 本来就没有什么知识储备 心灵还很弱小 还在成长的过程中 居然遇到这样的老师 真的是非常悲哀 唉 好了 他用几分钟的时间 又培养出了几十名小粉红 这种大规模的 全国性质的 这个洗脑教育体系 批量生产的小粉红 真的我们一个个骂都骂不完 对吧 很多人想跟我辩论 真的没办法 我没法一个一个跟你们辩论 我怎么辩论 我就一张嘴 好不好 你们是整个国家机器 所批量生产出来的 我不可能一对一的 跟你们去辩论 那我别干别的事了 对吧 我只能说做一期节目 把这些人的嘴脸 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真相 给大家曝光出来 让大家知道 所谓的中国的教育 基本上就是政治宣教 政治上的宣传 和这个洗脑 所以说 大家不要相信 要有自己的思想 要有自己的独立的判断能力 多读不同的书籍 不要只读被过滤的 被审查的书籍 我们要有更远的视野 更大的胸怀 而且还要对历史有温情和敬意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 而不是掉入中国的这种将冈 好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吧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收看我的会员专属影片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二三 所有人 所有人 我们的口号是 课前准备 准备准备 出本摆放 摆放 零声响 谁安静 我安静 书放好 也放开 一二三桌子 一二三椅子 唱课坐姿 头 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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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度一遍 头 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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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小嘴巴 小耳朵 小眼睛 太黑暗了 读书环节 请你跟我这样做 我就跟你这样做 请你拿出语文书 我就拿出语文书 请你翻到十三页 我就翻到十三页 读书准备 准备准备 左手押书 要考准备 好 请你写个日子 我就写个日子 请把铅饼放回家 我把铅饼放回家 同学们今天表现得很棒 给自己鼓鼓掌 爸 爸 爸 我最棒